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哪里找男朋友啊 这个我们来讨论一下在教会怎么恋爱 是不是很多的挫折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又可以跟随神又可以进入幸福的婚姻像两位这样 是不是我们先来听一下听嘛来浩杰 是不是在教会里面谈恋爱是蛮挑战的有没有 以前没有拍拖 可能鼓励鼓励就变了规矩 可能是有个浩杰这一代的中学生 那个感觉很强 19岁是一条戒线 不好啦 所以19岁之前就没有谈恋爱 要大学才去发拖 是不是谈恋爱又不可以碰手都不可以碰 应该拖手可以 但是好像说碰肩膀又不可以 其他就不好啦 因为你碰一下碰一下就会抱抱腰啊 又什么什么 这样就会有一个界线 就会乱了 怕年轻人就会乱了 那时候有很多故事 那你拍拖还是拖手 都是拖手打肩膀的 哈哈哈哈 都是拖手打肩膀的 有没有尽死祷告 没有 哈哈哈哈 也对 那时候那些年轻人就 青春一好想拍拖 是吧 大家都那么帥子和美女 令人们有些年轻人就想拍拖 可是很内疚 我觉得说好像 9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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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こう00 有所因的 好像出卣了神 出卣了祖领 对不起木区 那有时候呢 有些人卻沒那么犯不去 partie 我拍拖的有克服俗性 拍拖得很率性 那就是为何他可以拍拖 蠢这样故之 他就 pergunt到了 為何不公平 或者有些人聽說 因為19歲之前不可以拍拖 好像沒有一個機會 跟男女相處健康 也不一定跟教會的事 可能她會覺得走上去好像有犯規 就好像很尷尬 這件事就繼續帶到大學的模式 甚至帶她出來 就變成有點困難 一拖可能就幾年了 那大學畢業了 然後好像trance 就越來越少 有些人會這樣覺得 有些人聽見證 那兩個情侶跟隨神 禁食託告等候神 又聽組長的話 最後就很成功拍拖 幸福婚姻 拍拖之前要禁食 不說話其實不是規矩 不過可能講見證 很多人聽到就是一個蒙福的道路 因為不清楚是否應該拍拖 專心等候神 如果又等候神 又找對方 就很騷擾了 就好像不可以很 分線 因為我怕到 跟隨神不可以分線 或者不是四十天而已 只是一段時間 但是沒有這樣講過我的教會 但是可能有人這樣講見證 都是一個出路 可能會感動去做 很神秘 很神秘 令拍拖好像有很多 愷勵 很神秘 好姐 你那次是怎樣的 我其實都 沒有 其實都沒有說 要四十天禁食 只是我覺得 我自己心裏有一個 例子 要怎樣的女生 然後去祈禱 然後去祈禱 以前有很多的劇團 然後另一半就是做服裝 然後就是很特別的女生 去跟她認識 去WhatsApp 那些 也有跟祖長 祖長說 先站在肚子 你祖長有沒有鼓勵你 還是擔心你 沒有鼓勵我 我繼續認識他 然後就開始去認識 我們先認識了一年 大家去WhatsApp 大家的興趣是怎樣 然後就開始去跟她表白 就是這樣 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就拍了七年 為什麼拍這麼久 為什麼拍 因為那時候大家讀讀書 想先讀書 然後再給私了解 這樣就覺得是時候 就去求婚了 人長在另一個階段 是 恭喜你 多謝恭喜你 什麼時候結婚了 今年12月19日 哦 哇 好我們來聽聽牧師吧 牧師是常常在台上跟我們講 她去教會是為了追女孩子 你這樣也記得 我記得 我記得 我也記得 好記不記得 好像幾個 我們要聽聽牧師 教教 在教會裡面 就是你現在帶領教會 你也很關心下一代 我們下一代再下一代 我們這些年輕人 到底應該怎麼樣 進入一個健康的戀愛關係 首先我說呢 連輕人 是有需要 有一個urge 去認識異性的 有這樣的需要 嗯 所以我都不例外 剛才你說的 哈哈 而在教會裡面拍拖 實在是 呃 是不是有難度呢 還是有很多規矩呢 對啊 很多規矩哦 我們今天都會覺得有很多規矩的 那其實 規矩是什麼人定呢 嗯 我想是我們 一些傳道人定出來的 有些是 有些不是 有些是建議變成了規矩 剛才Tim所說的 可能講見證 有些是見證裡面 那個敬虔的方式 又成為了規矩 嗯 所追隨的模範 典範 嗯 那或者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敬虔的神學觀 我敬虔就會有蒙福 嗯 不敬虔就不蒙福 所以我要蒙福 我就要敬虔了 那這個都不是成熟的 嗯 就是神學的思想來的 嗯 我就很體會 年輕人需要 認識異性的 啊 所以今天我都很鼓勵我們 就是成熟一點的 的弟兄姊妹 就是去 去認識異性 所以我們就心心樂悠悠的事工 嗯 我是很盼望 大家都有美好的歸宿的 所以對我來說呢 我就不會說 十九歲之前就不准拍拖 嗯 嗯 就是從來我們教會沒有這樣的規矩 起碼我心目中我的想法 我不是這樣想的 其實師母說我很八卦的 哈哈哈哈 哪個男子對哪個女子呢 有感覺呢 我一看就知道的了 哈哈 因為你很關心我們年輕的一代啊 是啊是啊 但是我又不出聲的 嗯 我會 我看到誰跟誰在一起 哎 我覺得有些感覺 我自己會知道的 因為我很關心 其實我也都很正面 很祝福 很盼望我們的孩子們 嗯 能夠有好的對象 嗯 能夠戀愛成功 嗯 所以我們戀愛成功呢 是 即是不是說我們敬虔悶回來的 嗯 又不是我們守規矩 不是 並沒有什麼 我們教會並沒有什麼 的幸福 formula 嗯 就是戀愛方程式 對啊 戀愛的規矩 就是我們並沒有的 但是我們就要成熟了 嗯 我知道大家有需要 但是我也都盼望大家能夠 真的要有聖結的 要能夠去不要 在試談當中 嗯 還有一個正確的戀愛觀 嗯 在這個地方我想到呢 我覺得有些是複雜的 有時候我覺得呢 我的想法 是比較 比較 寬容 比較 有 人性 嗯 但是我覺得我們下面的小組長啊 或者下面我們的同工 他沒有那麼成熟的時候呢 他就沒有那麼寬容 他就更多規矩 對啊 其實都是出於愛 對 出於保護 出於愛 他覺得這樣真的好的 這樣真的很好 嗯 但是 那個當然不是我的想法來的 嗯 但是我也都明白的 嗯 那我就 有時候都會覺得啊 我們那些 下面的同工啊 那個權兵總之大過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敢不敢 他們比我的規矩多過我 我都沒有那些規矩 嗯 但是我又明白他們是很愛 嗯 很想大家好 或者怕他們過了 是的 憂慮 對 很憂慮 啊牧師啊 我就代表青木問一下了 嗯 如果青木的小長 他的中學的組員說 啊我想跟隔離組的女生拍拖啊 那你會給什麼建議 那些小長去考慮 怎樣去處理這些事情 怎麼回答 是的 我覺得要有正確的戀愛觀 嗯 就是 在我們並沒有說你多少歲才可以拍拖 嗯 但是也不能中學生啊 嗯 那如果他很傷愛 那你硬不給他 那他又暗暗地裂 那又怎樣呢 嗯 當然我不想好像他說 賭博合法化 賭博合法化 那些作文去討論 嗯 真的有這樣的需要的時候 我覺得人要成熟 嗯 是 還有真的要教 要接納他 嗯 當然我們不會鼓勵啊 但是我們都要接納的 嗯 還有要愛他 讓他知道怎樣去談戀愛 嗯 嗯 嗯 那麼年輕人會是這樣的 他們看到那個女性 因為男性 看到那個女性很喜歡 嗯 但是很喜歡之後呢 嗯 如果啊 他守不住那條線 嗯 過了聖結那條線呢 嗯 譬如有婚前性行為啊 嗯 那麼他會很內疚啊 是的 是 然後呢 其實就會怎樣呢 很容易分手啊 是 他會有內疚感 但他又分不清這個內疚感是來自他 還是他對對方的喜歡 嗯 因為這個時候他的戀愛呢 很追求感覺 嗯 啊 我跟他 最初跟他一起的時候很有感覺 但是現在來了一年多了 我現在沒有感覺了 那是不是 我要跟他分手呢 但是我跟他分手的時候 我又 覺得有點內疚啊 嗯 因為我們已經去到很深啊 好複雜 嗯 明白嗎 嗯 那什麼是戀愛呢 我所說的戀愛觀 其實呢 沒錯的戀愛最初是很有感覺的 但是這個感覺不會一世的 嗯 這個感覺會過去的 隨著你認識的日子內 隨著越來越遠 就是越走得越多的時候 你越認識對方的時候 那個感覺會沒有 嗯 還有那個女生真的愛你的時候 他一定會提醒你的 嗯 他一定跟你有很多衝突的 嗯 嗯 這樣你就覺得他管你 你又不喜歡了 那就大男人又出來 那我為什麼要讓你管 那我和你拍拖 為什麼要讓你管 現在都管我 但是結婚怎麼辦 嗯 所以就不行了 嗯 明白嗎 那所以 就是什麼是戀愛呢 戀愛不是單單感覺 它是從感覺開始 但是最後呢 愛是一個意志的決定 嗯 是一個偉身 嗯 所以愛情其實是偉身 否則戀愛就是 結婚就是墳墓了 嗯 就是一個偉身 無論你怎樣 我都愛你到底 嗯 是一個承擔 我覺得我們 就要讓年輕人了解這件事 你對對方的感覺不是永遠的 嗯 是會 感覺會過去 那個思議的衝動 這個衝動都會過去 對啊 嗯 嗯 我想對年輕人來說 他很難看到這麼遠的東西 他連大學選了什麼 我都不知道 有些年輕人是這樣 所以 所以我覺得是 真是難處理的 所以我們做導師呢 做傳導人呢 你要懂得去輔導他 為他祈禱 嗯 是 了解他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摸到他的感覺 摸到他的想法 摸到他的想法 然後他適當地引導他 對 所以這個就是牧羊 嗯 所以牧師就說 不是一個規 就是不是規條 不是什麼 是真是看他人的狀態 那個情況 是啊 是啊 就是 Ready不Ready 進入一個 雙方維生的關係 對啊 我覺得我們年輕 就是我們青年目區 都要說戀愛觀 青年的戀愛觀 戀愛究竟什麼一回事 嗯 從感覺去到意志 嗯 去到委身 嗯 去到願意放下自己 為對方犧牲 其實是一個過程來的 嗯 去到結婚之後 更加是要完全的 作丈夫要放下自己 嗯 他感覺對方的感覺 嗯 有些人去到六十歲 都不覺得對方有感覺 就是自己有感覺 對方沒有的 嗯 到六十歲 有時甚至死都不覺得 別人有感覺 不懂得去溝通 嗯 這是一個問題 很可憐 是啊 是啊 是 我們現在要教 嗯 即是怎樣去談戀愛 他的過程是怎樣 都從你有感覺到最後要放下你的感覺 去接收對方的感覺 嗯 AVC 其實是不容易的 嗯 是啊 浩傑你將會進入去到AVC的階段 不過你放心 在六一日裡面 我們有好好的維修服務 哈哈 對啊 牧師 這個月應該是38周年了 跟師母 是啊 是啊 結婚38周年了 哇 感謝主 感謝主 所以 真的是 作為一個屬林的父親 然後 真的是跟我們講 這個戀愛 戀愛觀 怎麼樣 感謝主 所以我再總結 就不是說 戀愛是什麼方程式 教會有什麼規矩 不讓人拍拖 或者什麼時候才可以開始拍拖 或者有些教會 甚至為了事工 你們兩個就在一起 哦 明白嗎 是啊 你要出去宣教 那你兩個就結婚了 先結婚再宣教 那為了這個女生很想宣教 那你又好想宣教 不如一起去吧 那你兩個結婚了 那你有盤了 那就安全一點 去到一個中東世界 哦 但是這十年後 他不想再宣教 但是兩個不相愛 但是為了事工而結合 哦 那真是很足夠 是啊 就是我們要明白戀愛是什麼一回事 還有要知道怎樣去面對 去輔導 青年可能沒有我剛才說過那些 那麼多東西 但是我們要懂得去揭曉他 就是沒有一個固定的 但是牧羊是很重要的 嗯 還有給正確的婚姻 還有怎樣去成熟呢 是很重要的 一個這樣的觀念 所以我們鼓勵 四昆年齡的年輕人在教會裡 真的可以找到另一半 是啊 對啊 這個我很開心 我看到一個隊兄 和一個姐妹 戀愛成功 嗯 他還沒戀愛成功 他們已經可以一起拍拖 我也很開心的 哈哈 哈哈 好 原來牧羊有這樣的心 對 對 就是為父為母的心啊 都希望年輕人能夠 有情人終成眷屬 阿妹 然後我們真的是 教會 就婚姻那個預表性啊 就是基督跟教會一起 真的是第一次衛生 所以我看到你結婚了 我都很開心 對啊 哈哈 這個真的結婚了 很開心 對啊 太快結婚了 是啊 那謝謝大家 那我們這一期跟隨神就到這裡 我們希望真的是在教會裡的年輕人 都找到另一半 而且是在整個教會的愛和保護下面 我們的婚姻進入真的是美滿的婚姻 也有一個非常幸福的家 感謝主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寄一次 謝謝大家